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 Sandy 欢迎人员头顾的林志龙分析师 龙哥好 Sandy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股今天是大涨的白点 而且看起来是由半导体族群领军的 接下来半导体族群还可以布局吗龙哥 是的 这边志龙哥来帮大家做个半导体大阅兵 那事实上这波半导体的展示 主要是因为中国跟美国 这边出现了一些摩擦 美国制裁中国包括华为还有中芯 那市场上期待说有一个转单效应 导致于说什么 目前台湾的半导体可是是越来越火热 那志龙哥想问一下Sandy 你觉得今天半导体谁最强势 今天是连电啊 二哥 没错 今天连电是最强势的 志龙哥来录影的时候 它有攻到了将近快涨停板 事实上在连电我们已经帮大家追踪非常久了 在它还没涨在横向整理这个区间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提醒 这8寸晶圆有一个涨价峰 因为这边中芯被制裁 然后这单子全部跑到连电跟事业仙境 这两家厂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笔电的缺货带动了电源管理IC 还有面板驱动IC的一个缺货行形 导致说什么 8寸厂能这边有点供不应求了 那先前我们也有跟大家提到过 在过去呢 这二线的半导体呢 因为仙境制程 它投入的成本太贵了 它这边呢 这个投入的成本金额非常高 但是有点难以回收 所以他们固守在这个成熟制程上面 也没有积极去做扩产 所以这边突然的拉货 导致于说什么 导致于这个供不应求 然后报价就跟着上来 所以报价跟着上来 这边就一个涨价想象题材 那股价呢 也就跟着涨了上来 那后续还能不能再买 中芯认为还可以的 因为目前外资呢 已经有调高冰的 调高到多少 目前已经有开出45块大关了 那当然说外资开出45块大关 不代表说这股价就一定会来到这边 只是说这边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边会有 远远不绝的买盘进来 所以这边这种会还是要提醒大家 震荡的过程中 还是可以多加留意 要是机会 对 千万不要认为说 连电这种大堂的 没去 但是它就是 赚给你看 对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64U的这个系列 那新年是属于高价IC股 那这种会不是叫大家 去追踪这么高的 一张就要200多万 是谁买得起的 这种哥也买不起 但是我们要观察一下 这个资金会不会有外衣效应 什么样外衣效应呢 会不会打到 这其他的这些IC设计股身上 包括说什么 包括这2454的林巴克 这几天也开始在往上走 那林巴克当然也是非常贵 那你要留意一下 会不会转移到 其他中小型股的IC设计 我们先前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只要领头羊 往前冲出去的话 那就要开始留意 资金会不会有外衣 如果有外衣的话 那这边就很容易 有个族群新的大行情 所以这边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IC设计类股 那再来我们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3037的信心 那投票或许能问说 这种个APF载板 跟半导体有什么相关呢 事实上这边关联性可大了 可大 APF载板主要用在什么 我们都知道 目前高速运算的晶片 因为5G或是AI 需求非常庞大 那同时这边台电的先进封装技术 也是要用到大量的ABF载板 所以先前我们在节目上 有跟大家提到 ABF载板这产业 可是忘到明年 那忘到明年 你就要好好去留意一下 股价先前走一段之后 开始进入一个横向整理 你就要特别留意 什么时候会开始转向 那今天这根突破了红K棒 中哥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强讯导 所以ABF载板 包括新兴或是南电 或是这个景硕 你都可以把它多加留意 那这个在我们看到 这我们这几天 一直跟大家提到记忆体族群 那记忆体族群 今天报长媒体也有在报导说 这记忆体 这包括低润产业 或是Mainflash产业 这边有机会迎来这复苏草 那中哥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周末 你一定要好好把整个半导体产业 通通的都看过一遍 因为台股接下来要再挑战高点的话 那这些相关的半导体员 绝对是重要的一个主力部队 包括刚刚提到2008的蓝亚克 在这个下礼拜要召开法术会 台电要召开法术会 我们已经跟大家提醒非常多次了 台电法术会会是一个重要拐点 什么样拐点 要嘛这边就是在突破 创一个历史高点 要嘛就是出现一个转折 往下做了一个反转 所以接下来半导体 你一定要好好特别留意 要往上攻坚半导体 绝对是主力部队 那如果说这些各家大厂 这个法术会释出来的讯息 是偏向正面的 那他就有机会再走一波 所以国庆日到底会不会变盘 你从半导体目前走势来看的话 中哥认为变盘的机率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就好好看一下 跟着资金流向来去做调整就可以了 不用预测任何立场 那目前资金就是跑到半导体相关个股 那至于说半导体相关个股 还有没有哪些机会的一个个股呢 可以进场去做布局呢 就欢迎大家加入这种个来的 跟跳鬼以上谢谢 是感谢龙哥的分享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拜拜